OK我们现在来看小二的中战 对战成了温尼萨 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为的是抢7的 首发中战对战温尼萨 温尼萨现在是人手一个 可能对温尼萨也是这样啊 同游戏发购后他就练温尼萨 很不防吗 小二是两主一问啊 两主一问 完了 可以可以啊 大家猜第一把谁先开虎分的 你觉得小孩还是撑罗 使勒切克对战撑罗温尼萨 好久没有看到使勒切克出场了 对于使勒切克龙哥也是酒吧 也是他的主力了 但是在15当中他也放弃了 使勒切克 从这点你可以看出来 使勒切克在15的设定还是偏弱的 中队被对方切反 哦完了这个圣龙 好粉丝打击被乔龙跳踢给他破招了 打康特进板边 可以啊 这个跳踢的判定是这个样子的 哎呀 开心 全方是五十乐切克 八神还有逃剔啊 三个人组成了三神气队 三神气队 这个是龙 龙哥的中间是选择了不知火舞啊 好了 使勒切克出顶尖 不是出了一个零级之处 封印了不知火舞 不知火舞 这个远身的战CB 还是非常给力 小孩好一逼 可惜啊 来看看这个大长腿 师娘梁 全皇十四 梁就登场了 在15再次回归 来看看十五的梁怎么样 方文 这大长腿 不知火舞 现在龙岩舞 有优势的接一眼 特色龙岩舞 接了一个杨远之舞 取消二十连 龙哥现在的不够 我练的好强大 下台的连接一眼特色是龙 那现在 师娘 压力向 完了 怎么办 前程抓一个反正脚头 小孩赢了 小孩被成龙先开胡了 你开对了吗 虎龙好厉害 虎龙好厉害啊